每次视频我都会在一开始放底油和指甲油的步骤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着急叠上去就会失败的 每一层干透再涂下一层 一次性叠上去就算涂好了也会干得特别慢 我这个视频非常适合不停印花失败的新手看 印油或者指甲油都可以用来印花 但是涂的时候一定要涂得多 轻轻刮掉以后 大部分新手都会非常虔诚的把整一个印章给压下去 皮起来的时候发现只能带出一部分的花 所以就又压了一次 结果发现阿雷雷印章上什么都没有了 脾气好的你会重新做一次 但是发现印章上依然什么都没有 本来指甲油浮在印花板上等着你轻轻的粘下来 结果泰山压顶把它压扁在印花板里 所以一定要有气无力 三心二意 爱搭不犀礼的一律而过 新手的话做完就洗印花板会比较好 但是对于熟练工来说 可以直接多涂指甲油 涂多了以后等一会儿就可以溶解板子里的指甲油 也可以用刷子刷一刷帮助溶解 这里是没有加速的 硬化一定要这么快才可以 仔细看 我在印的过程中 印章接触印花板的面积只有这么点 一定要轻轻快快的向小李飞刀 这样才不会适得其反 压到指甲上的动作一定要重 但是不要抠印章 会抠破打 用刷子蘸洗夹水刷掉多余的部分 随便什么薄刷都可以 但是最好是小猫夹的 有两个颜色的印花搭配就会显得逼格很高 旁人看不懂就会觉得很厉害 涂顶油的时候一定要清 你看我骄傲自达刷中了就有一点拉花 水磨山水就完成了 印花其实比学自行车还简单 但是如果不练的话肯定还是一条闲鱼